哈囉大家好,我是董杰安 今天我要教各位我所改編來自吳問芳 孤獨的總和演奏曲當中 Solo的段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開始之前呢,因為這首歌是特殊調弦 所以我們要先來調整一下我們的空弦音 第六弦是D 第五弦是A 第四弦是D 第三弦是E 第二弦是A 第一弦是D 接著我們要把移調夾夾在第二個格子 在Solo的段落中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左手的部分,另外一個是右手的部分 左手是以一個固定的旋律為作基底 那麼右手加入不同的和弦以及搭板的效果 一開始比較難的部分是 我們要單止用左手 然後利用勾垂音做出整段的旋律 那它的彈奏是這個樣子的 接下來會有一個過門的旋律是長這個樣子的 接下來會有一個過門的旋律是長這個樣子的 基本上左手的旋律就是以這兩個部分下去做彈奏 那麼只是中間還會有一個變化 它是長這個樣子 1-E-&2 2-E-&2 3-E-&2 4-E-&2 在剛開始練習這個Solo的時候 我們可以單獨的先練習左手就好 因為左手這個旋律它是很固定很平穩的一直在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左手練好 慢慢的我們加入我們的右手的彈奏也會比較輕鬆 在第二個部分我們會加入和弦 那和弦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它只有兩個和弦而已 第一個和弦是長這個樣子 第二個和弦是在我們彈完第一個和弦的時候 利用勾音直接把空弦音的和弦給勾出來 最後第二個和弦還會多一個動作 就是泛音的動作 在一調夾數上來相對第12格的位置 做拍板泛音的動作 這兩個和弦其實都很簡單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和弦應該在什麼樣子的拍子彈奏 在這邊我的彈奏是第一拍 還有第二拍的耳拍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1-E-&2 2-E-&2 3-E-&2 4-E-&2 1-E-&2 2-E-& 1-E-&2 3-E-&2 4-E-&2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將這兩個部分和在一起 1-E-&2 2-E-&2 3-E-&2 4-E-&2 主要就是在第二拍的耳拍 也就是第二拍的反拍 加入了一個切音的動作 它會長這個樣子 1-E-&2 2-E-&2 3-E-&2 4-E-&2 1-E-&2 2-E-&4 3-E-&2 4-E-&2 那麼第一個和弦 它的切音是這樣做的 利用我們的中指還有食指 直接往弦的方向往下敲擊 那麼第二個和弦 其實就只是很簡單的做一個往下拍板的動作 那麼因為它只是一個增加節奏的效果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打稍微出弦一點的部分 然後它如果沒有泛音的話其實是無所謂的 那麼我們只要把重點放在第二個敲擊 也就是耳拍的泛音上面就好了 所以它只是很簡單隨便做一個敲擊的動作而已 把重點放在第二下 將左右手的部分合起來它會長這個樣子 1-E-&2 2-E-&2 3-E-&2 4-E-&2 1-E-&2 2-E-&4 3-E-&2 4-E-&2 1-E-&現在是多個格子 4-E-&3-&2 GOL.C 1-7-Q 2-O-4-E-&-3-B 1-U-4-E-&-1 1-W